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淵 歡迎來到阿淵生活理財 然後看看阿淵現在手上拿到的是什麼東西 永豐金空的豐收椅我已經拿到了 好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它的規格 以及實不實用 看它的椅子 露營椅到底有多大張呢 等一下告訴你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那個永豐金的那個豐收椅 把它從袋子裡面拿出來 它附了一個背帶 可以背的背帶 然後本體是長這樣 白色的帆布 然後這個好像不知道應該是鐵的還是鋁的材質 等一下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標籤 喔是這一間 凹豆這一間的品牌 還不錯耶 竟然找凹豆來用 然後永豐金這邊寫了一個什麼 好 豐收椅 好我們看一下喔 豐收椅 走出戶外 水響自在 承接大地能量 座勇豐收生活 欸還不錯耶 Together a better life 呦寫得很好 好我們看一下它的規格部分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寫 有 看一下弄個清楚一點 好 它這邊豐收椅的部分就是 布面 百分之百聚合纖維 聚質纖維 然後椅架是碳鋼的 長度的話 三十六 寬也是三十六 高是五十八 然後他說製造日期是二零二十年四月 正常使用下三年 這個椅子只能撐三年嘛 在 好 進口商是紅玉啊 食業這一間 那基本上他就說啊 清潔方式椅面清洗的時候 請沾點水再擦拭 擦拭風乾 腸解清潔劑破壞商品 他說靜子的時候 平均受力為八十公斤 所以不能跳坐重壓 站立 呃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做吧 好 基本上就注意事項 假設有拿到的 稍微看一下啦 而且產品竟然還有投保 欸 交給誰 華南產物保險 三千萬 不知道保的是什麼東東 不曉得 啊 沒關係 不過至少他這一次送的都 是找 outdoor這一個品牌 還不錯 比上次的 上次好像那個 盤子 盤子好像也是 也是有品牌的 所以我覺得 永豐金他的 股東紀念品 其實都是很有誠意 非應該算 算 股東紀念品裡面 算是非常有誠意的 每次都是送比較有品牌的 有知名品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啊 等一下把這個椅子把它 立起來看看 攤開來看多大 好 那我們現在把永豐金的這個椅子已經攤開來了 整個立起來了 可以看到他的椅子上面 就已經寫著 永豐金 四個大字在這邊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那他的椅架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他 架子 還蠻堅固的 不會晃 我手用搖一點 不會晃 那他旁邊呢 有一個 附一個小袋子 小口袋 那這邊可以讓你放東西 然後這邊就秀上 Outdoor的 品牌 在這裡 所以這次 我覺得還不錯 只是顏色了 顏色就是 稍微可能會比較容易 弄髒 因為他顏色是米白色的部分 蠻可惜的 不然基本上他 搭配的椅子啊 還有他的那個實用性 我覺得都非常的高 因為一般椅子 並不見得會附上這個袋子 可能單純的一個椅子這個造型這樣 沒有其他特殊的功能 但沒想到永豐金這個椅子竟然上 旁邊還附上一個小袋子 小口袋 讓你放個零錢或放個小東西還不錯 那椅架的部分 他的杆子也算蠻粗的 也算蠻粗的 而且他上面寫碳鋼 有可能真的是碳鋼的部分 碳鋼就比鋁 難怪我拿起來的時候 重量好像有點重 他上面規格沒有寫到 沒有提到他的椅子的重量是多少 不過我覺得 以男生來講的話 拿這張椅子還算OK 女生拿的話可能會稍嫌重一點 因為他不是 假設給小朋友做的話還OK 那大人的話應該勉強還可以 假設他的 假設身高以我身高172公分來講的話應該還可以 假設身高再高一點 或者是體型再大一點的 可能就不太 這張椅子可能就不太適合 因為他剛剛講說他的平均獸率80公斤嘛 所以大概 就稍微 考慮一下 自己的體重 稍微 看能不能做 但小朋友的話基本上都是OK的 好那我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看看 還有哪些股東紀念品做開箱 因為有網友說 有粉絲說這個就像公園椅 對 我已經收集到一個台泥的那個衛生塊 衛生餐具組 然後再加上一個椅子 然後再來就是 後面可能會拿到 中信金的碗 那還有一個什麼 台信金的 調味罐 這樣好像還不錯 後面好像還有一張什麼商品卡 剛好又可以買 買個東西 根本就是 真的是去公園 睡公園那種必備商品 只差一個毯子 我沒有毯子 我沒有買那個長龍 那個毯子的部分 對啊 基本上今年的 古兜紀念品 大概就是這樣子 偏向於露雲風的部分 當然有些人 就調侃說 是開玩笑的 講說要睡公園 對 我現在已經拿到兩個 之後還會陸續拿到兩個 差不多也快組成一個可以 睡公園的地方 只差什麼帳篷啊 沒有而已 好啦 那就這樣子 那我們下次見